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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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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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為了培養學生團結合作力 以及鼓勵各校推廣特色體育運動 新北市教育局將每年三月份 定為運動樂活樂 日前在板橋第一運動場 舉辦大隊接力賽 由副市長侯友宜帶領市府人員 與各校校長 教職員和媒體工作者 進行一場大隊接力友宜PK賽 第一棒副市長侯友宜一馬當先 校長 教職員和媒體隊 也不甘失落 緊追在後 場邊加油歡呼聲不斷 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表示 透過推廣班機性活動 培養學生團結合作力 希望各校校長領軍 透過市長帶頭 帶動校園愛運動的氛圍 因為我們的帶動 希望每一個同學跟老師 能夠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讓同學分享知識 健康 以及今年我們已經在推動的 讓你幸福 讓你快樂 讓你健康 鄉中也要讓你平安 如果有好的身體 做什麼事情都會順利 希望因為這樣一個帶動 讓每一個同學們 從小就培養一個良好的運動習性 參與大隊接力的隊伍 代表也肯定教育局所規劃的活動 他們說能跟學生同樂是最快樂的 而且彼此合作完成大隊接力賽 這就是最好的成績 參與這次的接力賽 我們很榮幸 很高興 也能夠參與這個 大家彼此間 雖然是沒有達到最好的成績 可是我們覺得是我們贏是第一名了 能夠跟所有的學生同樂 這是這一次來參加最快樂的地方 雖然沒有想要得到什麼冠軍 還是這個 但是我們盡量的享受在裡面 這是最快樂的 今天天氣也非常的好 讓我們的心情更加好 尤其又得到冠軍 那是意外的驚喜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這次參賽的學生有3130人 除了推出運動樂活系列活動 也鼓勵各校推廣特色體育運動 像是水域活動 單車運動 創意球類競賽 路跑等活動 玩出樂趣 玩出健康 玩出創意 並且鼓勵教師們一起來運動 由各班邀請三名老師一同參與 希望藉由學生的力量 鼓勵督促全校老師一起做運動 學生們能夠找到自己喜愛的運動項目 讓每個孩子在運動場上不缺席 世衛天空新聞 板橋報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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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